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想给你们分享我特别喜欢的冬季特饮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想把几款我觉得非常好用 如实很简单很好喝的冬季特饮 分享给每一个打工女孩 用自己有限的时间 然后用很方便的天气 比如说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身壶 一壶多用觉得很方便 皮肤美美的 让身体暖暖的 然后让人看起来非常的生龙活虎 就会让你的身体状态很好的几款冬季特饮 今天想给你们分享的第一款冬季特饮呢 是补血养生茶 需要的食材也是非常简单的 哪都能买到的这个大枣 红糖 湿姜 枸杞 四种食材开始我们的第一款饮品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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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放红枣 枸杞 放生姜片 生姜片也是暖的 最后加入红糖就可以了 沸腾以后咕噜咕噜出锅啦 这个呢是打工女孩的补血暖宫茶 停不下来是有点夸张的 但是真的非常好喝 红枣枸杞 如雪补气 反正各方面都很好 好了 第一款饮品已经推荐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第二款 第二款润肺清嗓茶 我天天说大量的台词 特别费嗓子 而且拍摄的环境 比如像棚里面有大量的灰尘 天天下来我嗓子觉得特别不舒服 这款饮品呢是我经常日常会用的 需要的食材也很简单 一个是唇皮 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呢 提帕肝 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它是需要提前泡的 先把这两个食材泡上 泡在温水里面 你就可以去卸妆呀洗脸呀 等你都收拾好了 出来大概一两个小时也都过去了 那晚上你就可以喝到一杯 暖的暖度 让你嗓子特别舒服的 清肺润嗓茶 这杯自己超爱的润喉茶就做好了 很就是陈皮味道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特别推荐给日常需要用嗓子多 说话多的打工女孩们 分享给你们 第三款 就是呢用我现在面前这些食材 做一杯暖暖的热红酒 非常适合女孩子们小酌的 晚上喝一杯呢 你会觉得整个人非常暖 而且有助眠的功效 你理个嘛 聚会也越来越多 那热红酒呢 就非常适合女孩子们 在聚会的时候 跟朋友们一起小酌 非常有节日的仪式感 需要的东西呢 稍微有点复杂的 但是我把它变得简单了 我去现买款香料的三角包 里面有肉桂啊 丁香 肉扣 月桂叶 迷迭香 各种各样的 单独的香料更方便 配了一个水果配料包 里面有橙片 苹果片 玫瑰茄 蜜猴桃片 五花果片 金菊 这种干的 少点新鲜水果的那种仪式感 我就单配了橙子 还有苹果 这两款呢在网上大家可以去搜 都可以买到非常的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必备的红酒 我选的是甜醒 不需要再额外加糖啊 甜甜的口感 非常的适合我们女孩之闷 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煮了 放我们的红酒 甜水果包 然后橙子 奶包 很香 最后满满的泡过这些香料 我的热红酒已经做好了 喝完这个杯以后晚上就是一个美美的好酒了 来干杯 好了今天呢时间非常有限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三款冬季特饮 每一款都是我自己经常喝的 然后经过实践 总结出来的 又好喝又有用 同时非常有效率的冬季饮品 分享给我们每一个打工女孩们 希望你们在忙碌的工作中 可以让自己美美的 身体暖暖的 身体棒棒的 虽然工作非常忙碌 大家也要忘记的身体 一起做一个暖暖的冬季女孩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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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好 好